您現在看到是台大醫師柯文哲 在下班之後他也到現場來力挺這個活動 馬上來聽聽他說了什麼 我看那個幾宿書 我最不高興的地方 並不是說他們造假或所謂 可是我最生氣的是什麼你知道 人都被你們整死了 你們今天還要誤賴他說 是因為他不肯被執行帶 好像他死了 好像是被整死是應該的 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其實老百姓要的東西很簡單 真相 道歉 改進 但是沒有真相 沒有改進的道歉 甚至保證 甚至我管定了 聽起來就變成是很虛偽 在整個幾宿書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還是沒有回答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要聯合起來把他整死 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而且這是跨過整個部隊 這是一個制度 文化的問題 所以把責任推給小編我是不同意的 而且 就醫學的觀點 我知道死亡原因是中指的 但是造成中指的原因 在起訴書我還是看不出來 因為不可能5點35分他還會講話還好好的 到6點20分他體溫會是44度7 這是不可能的 在醫學上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 聽說現在馬英九已經 逃到了這個阿里山了 不過我來講的是喔 其實你逃到阿里山 你還是要把真相叫出來 更重要的 國防部必須提出改進方案 對於這次這個案件 所有需要改革的地方 他必須很明確一條一條的列出來 因為我們希望洪中秋的這個案子 是最後一個案子 我們不希望將來還有台灣的年輕人 再遭到同樣的遭遇 阿里山上國家 超大一點 超大的